兄弟们兄弟们今天是2022年9月46号现在都11点多了 市场根本没有什么人 这可是苹果实施发售的第一天呢 都以为华翔美能加得上价格 结果却散了 有价无市各种炒作 咱们也搞了三台14pro 现在咱们看能回收多少钱 三台14pro一台加500一共赚了1500 兄弟们这个价格还是可以的 现在华翔美的价格就是虚高 真正卖的时候会便宜个几百块钱 也加上互联网各种负面信息操作 也让苹果14跌入神坛 现在就是全民黄牛时代啊 机器无人药 兄弟们现在是第二天的早上的9点 昨天加价300回收的粉丝时日pro 今天到了一共三台 咱们现在去哪 今年的时事真的是亏使了 华翔美今年的价格也是加300吧 但是要卖的华翔美还是要亏钱的 相当于卖了个季末 主要是今年iPhone14pro提升的太小了 灵动岛各种的不匹配 导致了一大泡果粉的退货 苹果真是一年比一年要凉了 估计明年会更凉 兄弟们记得千万不要再去炒苹果了 今年是个教训 还没收到货的兄弟们赶紧去退货吧 想靠14pro今年赚钱真的是太难了 疫情时代人人都成了黄牛 好了今天视频到这里吧 我是华翔美毛哥